4月26日,印象派画作创始人,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于1890年创作的油画《甘草堆》在香港苏富比展出,画作价值连城极为珍贵,估价超过5500万美元,约4.2亿港元。 《甘草堆》是2019年美国纽约苏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中的领前拍屏,在拍卖前提前来到香港展出,同系列作品目前仅有8幅属私人收藏,此画是其中之一。 本次预展是作品超过30年来首次公开展出,专家表示,甘草堆的画面何须壮丽,令平平无奇的甘草堆成为印象派的艺术象征,画面中的草堆以小麦和古物堆砌而成, 倾斜洒落的光影效果千变万化,无疑是莫奈笔下的非凡杰作,也是艺术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画作之一。 专家又表示,甘草堆作品不具备艺术细节,没有劳动的人,没有在田野上行走的人,也没有在天空中飞翔的鸟。 艺术家简化构图,仅着眼于甘草堆本身,光影变化,天空以及地平线,这些甘草堆体积庞大,结构厚实,隐喻法国诺曼底平原地区乡村的繁盛丰饶和充裕景色。 甘草在阳光下泛起金光,熠熠生辉,使整个画面洋溢大自然的田径气氛,活力及和谐感,表达了身处广阔天地之间的莫奈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The painting was, again, painted in 1890, outside of the artist's home in Giverny, and we can tell that because in that part of France, the grain stacks are built in a particular manner, which is reflected by this picture. And essentially, the grain stack is the celebration of the end of the harvest for the year, and basically tells the, it's an example of how well the harvest is done for that year, determining the future of the village and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at area. Thank you very much.